他的描述是说 都是用爆肝的工时跟高压损换来的 具体来讲 他大概每天八点钟就要上班 大概到晚上九点才能够离开办公室 在他回家休息的时候 还是要继续听主管跟客户的电话 帮他们处理一些事情 他觉得心里头觉得累 工作压力太大辞职了 可是家人一直反对他离职 请问他该骗家人 他还在上班吗 质押诊所帮你一生都精彩 从新鲜到退休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Pola 我们今天来进行的是 粉丝敲碗的单元 那这位粉丝呢 他是透过104质押诊所的网站 提出了这个问题 工作压力太大辞职了 可是家人一直反对他离职 请问他该骗家人 他还在上班吗 那这位朋友他是来自电子零组建 那做的工作是业务销售 年纪大概在36到40岁之间 那今天回答这位粉丝朋友 敲碗的问题的来宾呢 他是干杯集团财购部的经理 徐仲全利友 我们欢迎利友来 哈喽你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利友 利友目前是做采购部经理 在采购部经理之前的工作 大概是哪些 那我现在是在干杯做采购经理 那在采购经理之前 我在干杯待了六年期间 那我曾经一开始进来是学切肉 就是所谓生产线上切肉的员工 那中间历经了生产管理课 物流仓储课 那到现在就是第六年的 我是在做采购 那在那之前 其实我是学厨的 我是在2012 2011年毕业之后 一直到2017年这段的六年期间呢 都在海外就是可能打工啊 度假啊 然后靠着自己的 因为我是学厨的嘛 就是靠自己的厨艺 就是在到处周游列国去玩乐 那是在 之前是在高雄参与大学念书 那我是学的是中山厨艺 OK好 所以那个利友是靠一记走天下 走过了美娃拉斯加 那在澳洲的大宝礁 然后也在日本雪山的相关的 餐饮业饭店 或者是员工餐厅工作当厨师 看起来蛮令人羡慕的 今天请利友来 其实有一个共同的关键字 让我再继续补充一下 这位粉丝他的问题 大家就知道说 为什么利友今天来回答 这一题蛮适合的 那这位粉丝朋友 他是私立大学气管系毕业的 那他其实曾经在 本土的这个大型企业 就是还知名的大公司上班做业务 其实他的业务的薪水 在同产里面算是高的 可能是因为公司的名气响亮 其实薪资还不错 当然在亲朋好友之间 也因为这个公司很有名啊 所以他也觉得很吃得开 爸妈都觉得为他感到很骄傲很开心 但是因为这个业务工作 其实辛苦 当然每个工作 其实他都有辛苦的一面 那他的描述是说 都是用爆肝的工时跟高压所换来的 具体来讲 他大概每天八点钟就要上班 大概到晚上九点才能够离开办公室 因为业务工作其实 基本上是没有所谓的工作下班的时间 所以在他回家休息的时候 还是要继续听主管跟客户的电话 帮他们处理一些事情 他觉得心里头觉得累 没有办法能够真正的休息 那关于这一点 他其实不太敢跟家人讲 因为爸妈都是觉得 为他觉得很骄傲嘛 在公司内部 他也不太敢反映 他目前所碰到的问题 因为主管也都觉得 他是一个很积极努力的一个员工啊 所以家人觉得他的工作光鲜亮丽 每天都过着很爽 可是自己心里头 其实已经快要附和不了了 那终于就在前几个月 他跟他的主管提了离职 那也在最近就顺利离开了 自己心里头觉得松了一口气 在工作一段时间 刚提到36到40岁的年纪 大概工作年资也将近有10年左右 他想要花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好好的沉淀学习一下 然后顺便思考自己的下一步 再来开始求职 于是心里头呢 就有一个想法 就是目前大家常听到的Gab EAR 这个在工作一段时间 让自己休息去思考下一步 但是呢 他就不太敢跟父母提到说 有Gab EAR的这个事情 因为相对父母是比较传统的 所以他于是就问到了一个问题 就说那他该骗家人 他还在上班吗 今天想特别听听 利友的一些意见 那利友特别是在干杯之前 他刚刚提到 有好多年 大概有五六年的时间了吧 自己也就是在Gab EAR 这样可以算Gab EAR吗 可能Gab Long EAR吧 你会怎么给这位粉丝建议呢 首先我没有办法建议他说 要不要骗家人 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你们的家人 是什么样子的 但是我会觉得 你为什么会想要离职 是因为你觉得你的工作很辛劳吗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这位也是职场的前辈啦 其实对我来说 那他前面也有提到他的薪水不错 待遇很好 可是可以从他的文字行间中听到 他其实这些都cover不过来 他所得到的这些辛劳感 所以他不是在过他想要的生活 嗯 这个感受其实非常强烈 我觉得这个时候反倒很重要点是 那我想要些什么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不用去思考到 我要不要骗家人 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放到第二件事来看 我们先来看你要不要骗自己 呃 我们讲尖锐一点是 你是在逃避呢 还是没有 你是真的是希望想要跳出另外一个行业 如果说你是真的有心 就是觉得说好像你 你可能说你有听过什么样朋友的故事 或是你曾经在电影上看过什么样的形态 生活形态是你很向往的 那我们就朝那个方向去 这样子你的gap year才会是有意义的 我觉得是是是 对那以我自己自身间来讲 我中间这六年期间 其实我也没有 其实我当时的想法并不是gap year 我单纯就是因为我喜欢旅游 嗯 对那也是一个机遇啦 所以呃 对我来说这个也不算gap year 我并没有真正在休息 但是我觉得这是对自己身心里的一个很大补充 我还是在做我的本行做厨师 嗯嗯 对还是在餐饮业 只是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工作点 那不断的去转换 可是这个转换之间我会得到很多呃 成就 嗯对或者是嗯欢乐 对不对 那你都一样在厨房里面工作 你从另外一个厨房转到另外一个厨房 其实都是一样的 你面对的是不同的同事 但你面对的食材 他可能长得像一样 你要做的工序也都一样 你要说是gap year 我觉得这不太算是 不过他的确是在 就是过我想要的生活 就是旅游 是是 对所以 这gap year 我觉得是很好啦 就是让自己休息一下 不过 我觉得如果你并没有想好 而是只是想要停下来的话 那很可能就会 就是浪费掉你这一年 OK 所以他目前碰到了两个难题啊 第一个就是 呃 他要不要去给自己放一个长假之后 他要先想清楚他希望过了这个长假之后他可以获得什么 对不对 对啊 他现在是逃避 他现在是逃避 我觉得也没关系 我现在就是逃避 我想要借有一段时间来让我自己好好的对自己坦白 先坦白之后 然后再来思考说我自己的下一步要什么 这是他的第一个难题 那第二个难题可能是对家人的沟通 那家人的担心其实也可以理解 特别是这位朋友他可能如果是三十多岁快四十岁的年纪 也许在家中担任经济的这个支柱的成分相对是高的 那父母能不能够理解 那这个时候他就变成是要稍微去沟通一下 当然现实面的考量他可能也要想说是不是少了这份工作 有多久的期间是家里的经济在多久前之后就会出了问题 这个也是他目前当下必须要好好的先盘算 跟父母能够仔细的静下心来坐下来沟通 那讲到家人的这个部分 那因为你有在过去来自后山花莲的孩子 父母上对您的教育工作 他们的意见或是他们的支持度 或是他们对你的担心 他们是给你什么样的看待 让你能够在一路走来是顺着自己的心意吗 还是你也曾经像他一样 曾经出现过要跟家人有沟通 折中协调的这个经验呢 有的在我国中的时候吧 我们那时候要考高中 是基策考高中的时候 是是 但我当下就有一个想法是我想考职校 对因为我个人喜欢理工嘛 所以那时候想要考的是像工科的那种机械这样子 我爸非常的反对 父亲 对父亲非常的反对 我妈没有强烈表态 但其实也可以感受到她不太赞同 对因为讲实在话我那时候在学校成绩还OK 要考跨离高中是没有问题的 对但我就觉得说为什么我一定要念一般高中 我为什么就是为了升学 没有我想要学学技术的东西啊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我当下就被他们说服了 所以我后来还是转了 他们只有告诉我一件事是 你学工你可能就是先定住你自己了 但你学的是你如果念的是升学的话 你还有更多的路可以供你选择 OK 对我觉得这一段话出动到我 因为我本来就是不希望设限自己太多的人啊 那也希望自己活的是自由的 是是 对所以在这一块上跟他们的沟通 这是我的第一次遇到的 但也因此在那之后之后 我更多的是会先想到 那以这个为方针 我要用什么样的选择 可以让自己有更多的出路 所以其实他们那个时候是有帮助到我 所以我觉得不论如何就是都不要骗啊 对你可以瞒得了一时 你真的瞒不了 你瞒不了一直的 所以就是你总有一天会需要面对这样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你可以先把自己就是ready好 你已经想好你的计划了 你可能已经有规划了 你也知道自己想要干嘛 你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了 那在这个比较好的状态之后 我们再来跟爸妈聊聊看 我现在想要做这个事情 那我自己也遇过 就是在我第一次要出去打工旅游去美国的时候 打电话给我妈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报名亚天好了 先下手我一抢 我只是一个FYI 对 就是让你知道一下 我已经要走了 对他也是吓到 不过 其实 我感觉得到他不是要反对我 他是怕我被骗啊 那我不知道说这位前辈 你的爸爸妈妈会是用什么样的心态 那如果你刚刚讲到说在亲戚之间的压力 我觉得那个就放他去了 真的 别怎么看你没办法管 而且如果他是因为你的工作才来评价你的 我觉得那也没关系啊 因为他也不认识你嘛 是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 但你的爸妈就是他们理论上 他是知道你的 所以 你在做好决定的时候 我相信这样的决定是 你自己知道你自己要做些什么 而且你可以很清楚的表述出来 我相信最后他们都会被你说服的 是是 好 那个Liu的这个分享 我觉得很宝贵 对 特别是像是家人之间的关系啊 家人永远就是一辈子的牵绊跟心头肉嘛 最后Liu刚刚提到就是 他自己真的是不建议说 骗满家人啦 因为其实你能够骗得了几天几个月 你终究事情还是会变坑的 那也可以理解就是父母的担心 所以这个时候Liu有一个好建议啊 就是当我们要跟家人父母沟通之前 你自己先把你自己的状态准备好 那这个状态当然就包括了 比较好的情绪上的沟通 以及务实上面 你怎么让父母的担心可以被化解 比如说有一个短暂的经济的收入 或是你告诉他说 其实你在过去这半时间 你的经济收入 其实可以持续维持你 六个月或是一年以上 不工作的这个情况 那这个相对上来讲 就会对父母亲的压力没有那么大 然后让自己能够更清楚安静的 好好去思考自己未来到底要什么 好 非常谢谢今天Liu的分享 谢谢 拜拜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给我们五颗心 并且留下好评 假如有更多的问题 欢迎到质押诊所的网站来发问 特别想听什么主题 请点击节目资讯栏的连结 投稿给我们 也邀请您订阅追踪 掌握最新的内容 我们下次见咯